在当前房源严重不足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里 如何利用提前下offer来赢得净价呢 大家好,我是Priscilla 我是大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pre-emptive offer这个购房策略 在讨论策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我刚刚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实战的案例 那这套房产呢,我自己是挂牌经纪 我们这套房产是位于Scarbo Village,释迦宝村 房产呢比较大,足足有1300多尺 三房两位 那基本上算是公寓这个房产内型里面的巨无霸了 但它同时呢,房龄又比较长,又长达50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房产 这栋楼呀,在我们过去的这个100天里 成交了有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呢,分别是卖在了47万跟52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模拟市场价格一个重要的参考数据 这两个单位呢,都跟我们房型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两个单位之中呢,卖在47万这个基本上没有装修 就是最基础的装修 那卖在52万这个呢,基本上是全无新装修 我们鉴于两者之间,但更偏向于没怎么装修的这一套 当然了,这两套是成交在了这个9月份 这过去的这个这一个季度啊,这个公寓这个房产内型呢 还是在不断的这个恢复之中 所以呢,我们对装修的程度和时间轴的这个两个要素呢 做完调整之后呢,我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市场价值呢,可能也就是在51,2万这个水平 好了,那事实上最后这一套房产成交在了一个什么状况呢 那因为市场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卖方市场 我们知道房源呢,是供应是远远不足 所以我们也是采取了净价 净价当天,这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净价当天呢,我们收到了12个登记 但是最后呢,有一个经济没有进来 所以呢,我们是收到了整整11个offer 那么这11个offer中间呢 比较多的这个出价区间呢 是在50万到53万 那跟我们的这个预测呢,还是比较接近的 比我们的这个预测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最后这套房产呢 赢得它的这个买家呢 出价足足高达了57万 比我们的预估价格呢 超出了1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很明显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看,我们收了11个offer 这11个offer,清一色的 一个条件都没有 没有贷款条件,没有验房条件 没有大楼文档阅读条件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你要为了赢得一个这个房产 这些条件呢,在之前你都必须做好功课 至少在当天呢,你是不能够下的 要不然的话呢,你的这个offer就出在劣势上了 好,第三点我们要看的 除了我们最后这套房产是被出价 57万的买家买走 我们来看一下出价第二名的这个买家 它其实出价也比我们的这个预估价52万呢 远远高出了不少 它的价格是55万7千 好,先记住这些数值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讨论 我们带着我们这几个要素 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我们的这个策略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就是 竞价的房产呢,它是有两个出价时机的 一个呢就是竞价当天 这个竞价当天呢就是 任何一套房产在MLS挂牌的时候 它的挂牌经纪都会写Brokerage Remar 就是给同行的那个买家经纪 看说我的这个offer review date 就是所有的offer在哪一天交进来 我会把它呈现给这个卖家一一过目 这一天呢叫做竞价日 英文叫做offer review date 那么在竞价日当天 递交offer参与竞价 这是一个时机 但同时呢挂牌经纪它也会写说 我这个挂牌我接不接受提前offer preemptive offer is entertained or not 提前off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一套房产12月10号挂牌 他说我的这个竞价日是12月18号 但是呢我接受preemptive offer 那么就是说在12月18号之前的任何一天 如果有人提前交offer的话 我的卖家也是愿意审视这一份offer 并且决定是不是接受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提前offer preemptive offer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买家可以考虑提前出价 交这个preemptive offer呢 我个人认为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买家 其实是已经多次参加过这个竞价了 但是呢屡战屡辈没有好的成绩 而且呢已经非常厌倦这个不确定性了 竞价有不确定性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竞价当天呢 一方面是这个卖家自己有一个这个心理价位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呢 就是因为现在是任何一个房产 都收很多的offer 或者是说绝大多数的房产 在竞价当天都能够收多个offer 那么没有人在竞价的当场啊 是能够提前知道 这个中间有各个买家会出什么样的价格 没有人知道说这个买家中间会不会有黑马 愿意出一个高出市场预期不少的溢价 来获得这套房产 哪怕卖家本人和卖家经纪 在收到offer之前呢 他都是不可预测的 就更不用说买家跟买家经纪了 所以呢就有这个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到底要出到多少才叫做够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 跟你一起的这个同竞争的买家 它是什么反应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你非常讨厌这个不确定性 你就是觉得说 我希望买不买得下来 这套房产是在自己手上掌控的 第二种原因呢 是说我已经看了很多套房产 我就是清晰的知道 这套房产符合我的要求 我志在必得 那么这两种情况 你都是可以 你都是应该考虑参与竞价的 那么竞价最提前offer的这个 就是提早交offer 它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避免出现这个意外 我们回过头去考虑 思考一下刚才那个出价 就是第二位的那个55万7 那么其实55万7啊 如果不是因为 出价最高的买价 57万出现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出价 我相信如果这个买家 它在竞价日之前递给卖家 而卖家又愿意看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 买家 卖家很容易动心的offer 因为已经比这个市场价值52万 高出去远远一大截 高出去67%了 55万7这个offer呢 我觉得这种 它遇到了57万的纯属 是一个叫做寄生于 和生量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它如果能够提早下offer呢 它可能就不会落到最后 就是落败给57万 这个买家的这个情况 好了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所以这个用提前提前offer preemptive offer来赢得竞价呢 它要做到以下这几个胜利要素 首先是没有任何的条件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都看到 不要说你preemptive offer 就算是竞价当天11个offer 都没有一个赶下条件的 因为你提前下offer 就是为了让这个卖家 就是不节外生枝 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跟其他的买家比较嘛 如果你要是再下条件 让卖家再无端端的多等你几天 那卖家接你这个preemptive offer的 这个利益在哪里呢 没有利益 卖家怎么会愿意跟你继续谈判 对吧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非要就是对自己 有足够的保护 想验房或者是想看大楼文档的话 提前做 先带着验房试验房 先用请律师帮 帮这个我们把这个大楼文档看完 各方面都OK了 你再下这个提前offer 总之提前offer 里面得没有任何的条件 否则卖家不会动心接我们这个offer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出价呀 不能只出到刚刚够市场的这个价值 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你在用高价来引诱卖家甘心放弃竞价 你要让他能够甘心到不看竞价那一天 他有可能收到有多高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出溢价 一套房产 你对他的市场价值是100万 你出价100万 对于卖家来讲 卖家清晰的知道 他的卖家经纪也会帮他做功课 知道说我等到竞价那天 至少也会收到100万的 那我提前收你这个offer的 我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所以呢你是肯定提前竞价的时候呢 是提前交offer的时候 你不能够指出到市场价 而要对市场价值呢 有一个3%到10%的溢价不等 你一定要有溢价 才能够引诱卖家来放弃他 竞价当天来看所有其他offer的这个决心 好了 那么这是用提前offer preemptive offer 来赢得竞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点 但是呢 你虽然要出溢价 但是呢 有可能这个溢价的这个数额呢 不需要像竞价当天那么高 而且啊 你能够得到你非常想要的房产 我还是讲55万7 55万7虽然比52万高 但是如果他提早递的话 他有可能就拿下了这套房产 不至于最后败给这个出溢价10%的57万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不是提前竞价的话呢 如果就是在竞价当天递offer 那又要做一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带着讲一下 首先呢 也是同样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 你基本上现在在这么强烈的卖方市场呢 如果你有条件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劣势 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考虑 因为很多的这些买家经纪都做好功课 特别是贷款条件 这个贷款 贷款条件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另外呢 就是不要急于出价 因为通常呢 就是进假日当天呢 那个挂牌经纪他都会说 比如说我的观察时间是6点 那么呢你可以尽量的就是想好 就是不要在那个 就是比6点太早递进去 然后你不断的让你的买家经纪 帮你关注 就是有多少个offer进来 offer数越高竞争越大 那么你就可以最后决定的时候呢 在你的这个预算区间里面呢 出尽可能高的这个价格 来跟这么多的这个买家来抗衡 最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 就是你尽量把你心里面 能够准备好要付的这个最高价值呢 在第一次出价就出到足够 因为就是现在offer太多 很多挂牌经纪包括我自己 我都会直接告诉所有的这个 参与进价的人说 尽量第一稿就出你的最高价格 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来来回回很多趟 因为当你收十几二十个offer的时候 如果每一个人都来两三轮的话 现场会非常的混乱 所以呢很多挂牌经纪都说 第一稿就出你的最好价格 我希望在两稿之内就把这个竞价呢 结束掉 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空间 免得自己连第二就被邀请做第二轮 调整的机会都没有而错失掉两机 好那这就是这一次的分享 如果您在近期有买房卖房的计划 欢迎您联系我 让我夺身为您定做你的买房卖房策略 如果您需要搜房 我可以为您精准的搜索到 每一套符合您条件的这个房源 包括一些超级价值的安盘准盘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